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国需要加强多边主义 需要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 默克尔强调 为了重建世界经济体系 七国集团希望加强与二十国集团 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 七国集团将致力于此并加强交流与对话 当地时间19日 由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举行领导人视频会议 据了解弥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获得新冠疫苗上的差距 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日本首相菅义伟首次参加国集团领导人会议 他在会上再次表达了举办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决心 并请求各国领导人给予支持 会后发表的领导人声明指出 支持日本于今年夏季以安全且令人放心的形式 举办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 将其作为世界团结一致战胜新冠病毒的证明 向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COVAX全球新冠疫苗计划提供75亿美元